我是有想過就是把眼鏡拿下來 眼鏡好像又太 又怕動作太久 好像兩個戴眼鏡的人 好像滿可愛的 剪到也滿可愛的 眼髮很大 眼髮片有點像 欸 真的喔 夫妻臉的一生氣沒辦法 默契 可能會互相影響 默契 沒有人救得了你 好啦就這樣問了 你吻他的時候有沒有把他當成王靖 謝謝郭哥 龐白哥報報 曹佑寧王靖越來越有夫妻臉 本人尷尬射死 可能互相影響吧 其實我本來本身是不太會長台語 曹佑寧在新台劇中 飾演繼承車行公子 和陳語希有浪漫的超長吻戲 發布記者會就先從這提問 眼鏡有撞到嗎 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有 很困擾的事情 對 開來開去會滑掉 我們是有想過是把眼鏡拿下來 可是好像又太 可 又怕 對 動作太 好像兩個戴眼鏡的人 這樣好像滿可怕的 對 對 眼睛也滿 眼睛很棒 眼睛好像有點像 真的喔 可能走開比類說像 像嗎 想像喔 一千七萬 拖起臉的一千七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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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 一千一千 我 沒有人救得了你 有 好啦 就這樣問啦 你 問他的時候有沒有把他當成 王劍 謝謝波哥 因為我們看得很入迷啊 你很入戲啊 謝謝巴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 不會壞 你還挖筆給他掉 曹佑寧和王靖 2023年初爆新戀情 童遊日本 2024又去日本玩被直擊啦 本人會困擾嗎 古今 沒有 沒有 沒有其實我覺得 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 就沒辦法嘛 就是也是會想要 想要 自在的生活 對那 比如說有被認出來被 我覺得偷拍比較不好 就是你可以大大方方的 來個遇到什麼東西 所以就說 嘿 我來偷拍囉 OK啊 那過年你們會去對方家裡擺演嗎 哎 哎唷 哈哈哈哈 尷尬快成為曹佑寧的註冊商標惹 就不知他有沒有金馬紅毯創傷後震後群啦 LASERS 全新大改款的旗艦 說真的啦 就是金馬60 欸 你怎麼可以偷摸我們青霞姐 你在發抖對不對 被塞到我嘴巴 我不斷地在用以前的經驗打球的經驗 呼吸 然後各種方式都試過 但就是沒有辦法 怎麼爬都爬不住 他有運動員的素質 所以我相信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再一次 要再來一次 當然 這個楊麗英的意思 從哪裡跌倒 要從哪裡再跌倒一次 那你會不會再接了嗎 哈哈哈哈 三立娛樂新聞人帥沒關係啦 報導